曾经有学者认为,释迦牟尼佛只是传说中的人物,然而加皮罗魏城出土的舍利证实了佛陀是历史上真实不虚的圣者。 1898年,在加皮罗魏城出土的佛陀真身舍利,让人们知道释迦牟尼佛是历史上真实不虚的圣者,而这份珍贵的舍利,120年来受到斯里兰卡人民的保固。 我们中道声团跟保护这份舍利的声团呢,我们有长达在营刑舍利之前,长达将近五年的合作关系。 那么这是一个很漫长的合作关系,也是一个正式签署文件的合作关系。 所以呢,这是第二个事实。 第三个呢,由于我们中道声团呢,不仅在台湾传访,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社群里面宣扬佛法,并且在大陆这几年呢,网泛的传访,设众,跟我们有大陆的,来我们中道声传出家的弟子相当的多,他们也非常的优秀。 所以基于这个特殊的关系呢,还有当然有许多话我不便在这里说,我也不可以在这里讲。 基于这些比较特殊的,在桌面上不能说的一些事情,所以呢,我们没有了这个政治性的隔爱跟阻止,所以呢,我们迎请了这份舍利进入台湾。 那么当时迎请这份舍利呢,其实是不太容易的,因为这份舍利呢,不是只有一份,不只一份。 所以呢,这份舍利呢,现在主要在台湾保护,那么可能在未来的将来,里面其中的一份,是要送到中国大陆的。 百年来,经由国际考古学界不断的验证鉴定,证实在加皮卢未成出土的舍利,是现今世上最具真实性、权威性的佛陀真身舍利。 时邦新闻记者来依荣台北采访报道。